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往生法》 它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修炼 一个是运用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讲修炼 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如果还没有遇到疾病 身体不好的症状 那个时候最好是《往生法》 这个《往生法》叫《破瓦法》 藏文里面经常《破瓦法》 原来我们去乌台山的时候有一个汉族和尚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佛法的名词也是不太懂 有一个和尚他到法王那里来让我翻译 然后他要求一个破瓦法 破瓦法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破瓦法 破瓦法 因为我们一般破瓦也有往生法的 也有肚子的意思 他一直说破瓦法 破瓦法我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懂 后来说来说去的 原来他说的是要求往生法 所以有些名称当中叫破瓦法 特别是台湾 美国 新加坡 那么个别的佛教徒经常说破瓦法 也有一些叫往生法 其实他往生法的意思就是 这种遣失 你的遣移 可以说我们的意识 可以遣到另一个地方去 这叫做一种遣移法 遣移法这样的破瓦法 当然是对每个人来讲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确实也是谁都会需要的 人一般生活在非常风光的时候 或者处于快乐的时候 这个时候根本想不起来 自己身上会产生疾病或者人 到最后离开这个世间 可能想不起来 每天忙着他的工作和家庭的事业 是这样的 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 真正是你得上了不可救药的病 或者最后自己也发现 真的是癌症晚起等等 在这个时候会考虑 我现在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有没有把握 有没有一些 我对来世有利的一些法 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明明知道 即生当中所有的 包括你的名声 财产 一切的一切 不得不放弃 你的亲朋好友 全部都放弃 甚至连自己特别珍爱的 这颗躯体 出皮囊的话 他也会留在人间的 那个时候 我们的人特别希望 自己有一种东西带回到来世 有一种东西 当你死的时候 真的是有利的 其实真正有利的话 有些人认为是 我们修婆娃法是很快乐 不要痛苦 其实不痛苦的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要想不痛苦 也有可能其他的方式 但是最关键是 你一旦来世的时候 生生世世不会遭受 轮回当中难以忍受的六道 总的来讲是六道的痛苦 即使你转生到人去的时候 人也有生老死病 一直求不得苦等等 还有根本三大苦 苦苦 辛苦 变苦 这些都是非常难以忍受的 所以我们为了 避免这些所有的痛苦 大家在生前的时候 如果能修上一个 真正临时有用的法式 非常重要 因此他这里也讲了 今生自己求得往生引导以后 首先一定要由一个上师那里 得到引导法 然后反反复复地加以修炼 我的意思是 反反复复地需要加以修炼 现在世间人们为了一些 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生活 我们学院听说 他们有些做小生意的这些人 早上四点钟起来 拼命地开始做 一直很努力 那天我们几个别道友一起商量 哎哟 如果他们这种精进 用到佛法上面 肯定临时的时候 都会有把握的 你看我们很多修行人 早上四点钟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起来的 但是为了今生当中养活四季 世间人基本上是 早上四五点钟都开始起来 甚至有些我那天碰到一个道友 他说 他回去一趟 看到他家里的周围 有一些早上 凌晨三点钟左右的时候 都是一直在上班 一直这样的 所以不管到哪里 大城市也好 世间当中 到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特别辛苦 说实话 很多人都非常辛苦 但是他辛苦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吃得住 吃得饱 穿得乱 这么一个目的 但我们对来世这样的努力 有没有呢 没有 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 也非常有必要 精进 反反复复地修炼 在没有出现言相之前 一直境界流利地修习 这个要求是这样的 没有出现往生法的一些言相之前 不管是修多少年 都是可以的 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的身体 风靡明点 都是没有任何的衰退 还有正在处于往生的时间 因为我们身体也没有什么病 心也是很健康的 在这个时候整个身上的风靡明点 极其地往生 依靠往生法 直接往生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你的风靡明点 没有一点损伤 依靠这样的修行 马上要往生到极其极乐世界 这样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有些道友都是以前 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拼命地修破阿法 怕达怕达 因为你自己心情不好 很想自杀也不敢自杀 就觉得吃药 也是有点害怕 往生法可能是最好的安乐师 他认为通过往生法一直想 但是这个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 你身体什么病都是没有 一般人到了临死的时候 很容易修成 所以你先修的话可以修 但你真正往生不容易 所以华智仁波切的这些金刚语 大家都是一定要记住 其实我们整个前行的 前前后后的所有文字非常珍贵 可以说一段话的文字 也没有什么舍弃的 全是我们要接受 全是记住的 那么真正到了临死的时候 或者说你已经腐朽连脉 在那个时候特别容易往生 人或者你已经生病了 现在活不了了 在医院里面或者在家里 那个时候你稍微灌一下 就很容易修成的 或者人已经老了 到最后的时候 接近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也特别容易想 就像我们多一个比喻的话 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水果 果实等等 在夏季的时候可以说 茅盛繁荣的 在这个期节的时候 你把它拆下来 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你等到这个囚集 也就是说瓜树堆落的时候 稍微你的衣服都一变 碰一碰 马上会坠落下来 就是会坠落 我们知道现在有些 果园里面的有些人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对这些果实 包括一些苹果 栗子 用木棒来试镜地敲 我以前去马尔康 马尔康的那些农区 有时候想苹果 有些小孩子想吃苹果 但是他没有成熟的时候 拿一个长长的棍棒试镜地打 但是好像根本掉不下来 到了秋季的时候 稍微碰一下 全部就掉落下来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依靠往生法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想破坏的 想往生很困难的 你喊多少个啪的啪的啪的 可能不行的 但是你真的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特别容易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先修行很重要的 然后临时的时候 大家能想得起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临时的时候 要想得起这样的窍诀 所以平时的喘息 这一点也特别重要 如果你平时没有把它当作 一个特别珍贵的教言 也没有进行去修炼 这是把它当作 一般我们曾经学过的 其他的一些知识一样的 当耳边缝这样的话 到临时的时候 本来也有很多的思想出现 那个时候心思也比较混乱 那个时候你要想起来 往生法师 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平时的修行 用在临时的时候 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也是在课堂上经常讲 但是实际上我死的时候会不会用啊 能不能用得上呢 我自己也经常跟自己打文化 我口头上肯定跟很多人讲过 很多次说实话 也许可能我自己根本用不上 我们这里很多道友能用得上 就像笼子放一些乐器一样 但这也是佛陀在佛经里面 是值得开许的 也是值得需要 我们的目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 非要自己做得非常圆满以后 才有资格说一些佛法的内容 也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也是在平时对往生法应该值得想着 如果你没有想 到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双手抓胸 开始树莽搅乱 苦苦地滴 一直这个时候的确有一种 整个天昏定暗 整个世界有一种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整个在你的心事当中 你将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放在这里你要前往 另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去的 在那个时候 我们确实 不管是谁 除了极个别的修行人以外 有一种恐惧 有一种焦虑 那个时候的感受 确实不一般的 因此很难用上 那么下面我们讲 什么时候运用 刚才是修炼 修炼一定要重要 比如说我们要参加打仗的话 首先把这个武器自己运用 自如的 或者说你要参加运动员的话 那么运动会没有开之前 这些运动员千百万 多少次的培训 多少次的训练啊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演员 或者说有一些运动员 他们在陌后的工作 背后的工作 一看到他们的训练的时候 的确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修行 好像有点不满 我们认为还是很精进的 可是跟他们比较起来 的确也是我们有时候不如他们的 所以我们修破瓦 也应该长期地修持 如果你修好了以后 暂时这样放在偶尔就可以修一修 然后到什么时候用呢 你原来所修的观想 马上用上的话 直接往生 所以我们在密宗的修法当中 有很多次第的修行法门 这一点的确也是不得不承认 一些净土宗 汉传佛教的净土宗 他有一种根机的 比如说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有一种根机 或者《观经》里面 所讲到的那种九种根机的 这样宣说的 也比较细致的 除了这个以外 像我们最利根则的 在自己的本位上安住 或者获得解脱的 这种窍诀并没有宣说 其实这种教言 应该也是附近的教义 这是我们以前也做过介绍 那么现在这里讲第二个问题 破瓦或者往生法的运用 就是这个运用 昨天那个病人没什么是吧 哦 好了 哇 那么快啊 下面我们讲 自己出现思想的时候运用 知道无论如何 也无法避免死亡 并且出现一抹之地等 在那个时候应该修往生法了 而且你真正出现思想的时候 可以修 除此之外 在其他的世间里面 一律不可以依靠这种方式来往生 其他心情不好 或者说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家庭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 工作不顺利等等 有些现在人的心态是比较奇怪的 很多人都是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觉得活着 没有什么希望 其实活着的话 我们人生并不是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的话 那这一条路已经堵死了 你就无路可走了 就不得不选择自我自禁 就是没办法的 但是实际上也并不是的 比如说你在做生意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 我有时候看到街上的一些乞丐 其实乞丐在梦中阵徒上面 它还是有一定的勇气 否则没有很勇敢的话 它每天都是那么少分的钱财 每天都是积累 无论是在下雨也好 或者风打也好 任何时候 它还是用它的生活方式来度过的 有些人 比如说他的生意不成功的话 很想自杀 甚至有些佛教徒也可能想 哦 有一个叫做往生法 要不要我就开始通过往生法 离开这个世间 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我们尽量地 出家人应该在这方面说 好像一般出家人自杀的很少 确实在整个社会的毕业 本来也是 出家人在整个人类的毕业当中 来讲是特别少 但是在这种 尤其是真正修行的这些出家人 他们对生活 对什么事情都是看得淡 看得破 所以不会有 但在家人当中 我想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不应该相同的 佛教徒至少也是 对我们的心灵应该是 很多方面都有一些宽容的 像西方一些哲学 他们也是救了很多的人 其实西方哲学跟真正修 我们像东方的一些 恐龙思想和佛教思想都比较起来 西方并没有那么深奥的知识 但他们会用 他们用的话 有些心理的治疗 心理的疗法 他们西方人也是 依靠这种方式都能很多人活下来 我想依靠佛法和 依靠我们的一些智慧 留在这个世间 非常有必要的 希望我们佛教徒 遇到一点点的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你身体不好也好 家庭当中出现什么事情也好 或者生活当中 婚姻当中 其他任何一个事情当中出现的时候 好像就是 要不要我现在自己离开 其实离开以后 不一定有更好的快乐 因为如果造的恶业最多 可能马上就出现众多的恶兆 这样我们一定要想到这方面 所以续部当中也讲了 实际成熟当往生 非是往生杀本尊 有过失的 实际成熟的时候 比如说你确实 我们下面所讲的那样 思想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往生的 在其他任何时候 我们千万不能通过 往生方法来离开世间 或者杀天尊和杀本尊 有这种过失 戒律里面也讲了 比丘如果自禁 那么有堕罪的过失 所以这是在佛教当中 也是不允许的 本来因母次第有多种多样的 然而在这里 浅显异动的方式来宣讲 它包括五根的阴摩次第 和四大阴摩次第 还有明证德这三种阴摩 总共有这么几项 四项 这是我们人要接近死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想 自己一定要知道 不然以前在这方面 没有什么经验 到时候来不及的 我们有些是恨死 恨死的话 可能不会出现 次第的阴摩次第 很快的时间当中 会离开了这个世间 有些可能是已经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晚上睡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个别的 我在家乡的居士林里面 好多老年人都是 有些是边念经边死了 有些人边吃饭边死了 也有这种情况 这种我觉得还是很快乐的 没有任何死亡的痛苦 但是他有个毛病 他那个时候可能观想方面来不及了 很快就死了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有一些真正生病了 自己也有一种考虑的时间 那么就是说 无根一抹次第 无根一抹次第 如果自己的层边 有一些僧人念经 只听到他们的 一片嗡嗡的声音 根本听不起又字字句句 这时候说明你的二世已经灭尽了 可能有些人本身也是 病的时间比较长 一直听不清楚的时候 认为以思想来了 但不要紧的 这个时候也是多观想一下 其实不是思想 只不过是你当时 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这种情况有时候 可能会告诉的也有 一般来讲 藏地基本上到最后 实在是没办法复活的时候 旁边有一些僧人来给他念经 念经的时候也是 好像根本听不清楚 嗡嗡的这种声音 本来是在自己的层边念经 但是根本听不到的话 说明这个时候思想就出现了 或者虽然没有那样 但是别人交谈的过程当中 别人说的也是 好像很远很远地方传来的一样 仅仅听到一种声音 根本听不到到底在对方说什么 那也是说明思想出现了 这是我们在耳根上面 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同样的 我们眼睛看色法的时候 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 根本看不清究竟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时候说明你的眼神已经灭尽了 根本看不清楚的 同样的我们其他的五根 比如说鼻尸在修香气的时候 或者舌品味道的时候 身体接受所处的等等 所有这些没有感觉的时候 也就是说最后的一抹次第 当然有时候我们感冒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那个时候不是完全出现思想 有时候出现感冒 或者个别的一些病 也不用担心 听也听不到 眼睛看得也不是很清楚 那个时候都不一定 但自己基本上五根的一抹次第 最后自己也会发现的 这个时候上师需要给他 制止信心的本来面目 如果他得过灌顶 大圆满修过 本来清净方面 有一定的觉悟 认识 那个时候 如果自己实在是灌不起来 要求上师 要求一些清净实验的道友过来 说看来我现在可能 已经出现了一抹次第 要不要你过来给我 我们藏地经常有这种 或者给我灌个潜伏顶 潜伏的灌顶 一般人接近要死的时候 旁边有一些善知识 给他做一个潜伏灌顶 或者给他制止 就像上师心底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你现在所认识的光明当中 不要退转 然后一直要受持见地等等 在再三地给他制止的时候 一定会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国王要求 让下面的人吩咐或者传指 这个时候下面的人 最拒尽慧神的心态 会记住他的话 同样地离开这个世间的人 如果旁边要求他让你怎么观想 那这样的时候 他会非常清楚地记住 一般来讲 最好给他念破崖也好 助念也好 外面的气要接近断了 基本上好像人有时候动一动不了 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希望 在这个时候给他念破崖 或者智智信心 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超度也是最佳的时刻 这是刚才讲的五根隐没 我们的五根到最后是 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 现在每天都是执着自己的五根 但是实际上到一天的时候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也会隐没 自己的五根次第 然后四大阴没次第 从此再次之后 肉结融入地大的时候 身体出现堕入抗中 或者被一座山压着自己的身体一样 特别沉重的感觉 比如说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 口里面一直喊着 说是向上追我 一直把我拉上来 就是因为自己觉得 一直堕下去了 一直掉下去了 一直滑下去了 有这种感觉的 然后有些人说 我的枕头太低了 一定要再点高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因为它整个四大 我们整个肉里面的一些 坚硬的这一节融入 像《俱舍论》里面讲的一样 坚硬的部分叫地大 那么这个是融入 它融入于地大 这个时候人总是感觉 自己掉下去那样的 如果这个时候一般作为修行人 他出现这些思想的时候 他也不会害怕 也不会伤心 因为他提前有准备 其实我们修行人真的需要准备 死的恐惧 每个人都会出现 米拉利巴在我们讲无常的时候 他说刚开始他就害怕恐惧死亡 然后到山里面去 然后反反复复地修持 死亡无常 现在死亡的恐惧 早就消失无际 米拉利巴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修行人 应该是学习的一种典范吧 我们刚开始不知道你们有些人 是不是害怕而去寂静山修行 有些确实有的 包括我们在这边有些出家人 他们虽然很年轻 工作 自己各方面的待遇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 但后来确实是学习了佛法之后 不管我在人间的待遇再好 钱再多 容貌再这么好看 最后还是递不过死亡阎罗族 还是不如我现在 稍微有一点时间的时候 还是在寂静地方 好好地修上无常 当我离开的时候 自由自在 潇洒 沙脱 很多人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不会害怕 也不会痛苦等等 那么随后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低大的融入方法 然后随后 血的结融入随大 这个时候流出口水 鼻涕等等 一般接近人死的时候 口水根本没办法控制 一直流下来 鼻涕也是流下来 所有身上的控制 这些浪力都没有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想 接着人的闻戒融入 豁达的时候 口鼻全然干燥 身体从边缘开始 把温暖往内收 这个时候有些人在土顶当中 会出现一些震气 也有这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 基本上身体的温暖 慢慢慢慢 已经融入豁达了 还有其他融入风大的时候 上心风 下心风 下邪风 还有平处风和边心风 全部都是属于承命风当中 无风一般人的身上 在密宗的一些教言里面主要讲 这个上心风 呼吸很多的能力 用上心风来操作 然后下邪风 行住 排泄等等 还有平处风 平时我们身体的温暖 身体的体温 这些都是用平处风来收持 然后它就处在中间 然后那个边心风 一般我们的活动 运动 所有身体上上下下的活动 全部是用边心风来操作 最后叫持命风 持命风就是我们存在生命的风 那么这是一般的 这叫做什么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 像信心修习 具宜宝藏论这些当中 经常讲外无风 内无风 密无风 有很多的风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刚才这些风融入于自己的痴迷风中 这个痴迷风 最后治愈气息困难 习气从肺部经过 海白后涌的时候 居然而向外护出 因为经过喉咙 最后外面护出 体内的所有的血液 全积极在明脉当中 心间一次流出了三地血 人在最后死的时候 心间会他流出三地血 然后这个时候 会在外面 会长长地护出三口气 从此以后 外气就突然中断了 人一般 哈 哈 有些是只有一个气吧 最后有时候病人很严重的 很长时间都是死不了 最后呼吸一次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人的命也好 人的生命 最后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四大融入的过程 这个跟命 增 德 这三个一摩次第结合起来讲 当时从土顶 乃至于父亲的百明点 快速地降下 刚才你那个外气都已经中断了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佛教里面 人对身体和心灵的所有死亡的描述 非常详细的 像一般医学里面 对身体的 可能整个身体怎么样 最后离开世间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描述 不管中意 西意 但是内心过了以后 怎么离开身体啊 然后内心中阴的这方面 除了佛教以外 很多宗教 包括其他的文学当中 并没有细致 所以我经常想 我们遇到这样的佛教 这样的知识 确实是非常好的 意思就是说 刚才当你外气已经中断了 在那个时候从他的头顶上 乃至于父亲的百色明点快速地降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外面的像 好像是月光 普照 朗朗清空一般 出现一种白光 在那个时候 你在死的时候 外气正在中断的时候 这个时间很短的 一下子就好像是 明点降下来的这种外向 在你的感觉上 外面就像是一个月光一样 白色的一种像 就像闪电一样 这不是很慢的 应该是比较快的出现一次 然后内向 这个时候我们明了五年 当中的明的感觉 有一种决数 这是一种明的决数 并且那个时候 我们人一般有八十个分别念当中 三十三种嗔恨性的分别念 在这个时候灭尽 这个叫做明相 明正德 还有一个叫做经德 有四种相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五根融入于意识 刚才燕耳鼻舌声这些 全部按照《大圆满信心修行》里面讲的一样 融入于意识 从七步 来自于母亲的洪明点 快速上来 刚才那个冥想完了以后 我们不管任何一个人 它有这样的 洪明点的快速与上升 外向如同太阳 普照 朗朗清空一般 出现一种红色的光 那个时候在你的感觉上 好像红色的闪点一样 出现一个红色的景象 然后内向当中产生一种乐受 刚才是一种明的感觉 明受 明的觉受 然后在这个时候 一种乐的感受 外向是明的想 其实这个众生都会有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学过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在意 这个时候有一种乐的觉受 那个时候就灭尽了 四十种贪心的分辨 这是所谓的真相 其实真相 刚才明相的时候 把五根石已经融入意识了 然后到真相的时候 一时融入于染污一世 在那个时候染污一世 接着红色和白色的这两种明点 心中交合 在心间相遇 这个时候心是进入他们之间 刚才一个是明点 白明点下来了 红明点上来了 那个时候又出现 白色的光和红色的光 然后有明相和乐相 然后在这个时候中间 他们两个在心间相合 相合的时候暂时你的心是 在两个明点之间 那个时候外向犹如黑暗当中 就是遍布的 清净的虚空一般出现一种黑光 就是出现一种 晚上三十号的时候的夜晚一样 一种黑乎乎的外向是这样的 然后内相生起了五分别念 刚才一个是乐 一个是明 一个是五分别念 然后漆海一片 突然昏厥过去了 一般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刚才染无意识 然后染无意识融入于阿难也识 在这个时候融入阿难也识 阿难也一般没有任何的分别念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贪心 诚心 应该那个时候吃心的分别念 没有是吧 吃心的分别念多少 好像这里没有心 不咁说乎鸡刚才四十七十七十三 然后 还有七种 七种吃心分别念 是吧 我们智智心里面也有 还有去年我们学的什么 参地修学还是修卫修学啊 八十种分别念 在哪里 大指手里面有 是不是七种吃心分别念 应该是吧 这里没有写哦 是不是华智仁波切忘了 到时你们查一下 应该是 好像 那个时候所有痴心的分别念都灭尽了 灭尽了 刚才讲了让无一世融入阿难耶 然后后来稍稍醒过来的时候 出现远离善苦的 清净虚空般的光明 这个叫做我们在其他的像上师心底 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叫 精德 明 真 德 有四个项 明 真 德 还有精德 精德的话 刚才阿难耶融入光明 阿难耶融入光明以后 这个时候如果 我们一般在昏厥一会儿 人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 心是在两个明点之间 昏厥一会儿 这个时间很短的 昏厥一会儿的时候就醒过来了 在醒过来的时候 不是原来我们昏厥 原来昏厥的话 你可能站起来了 然后醒过来了 你站起来了 但现在你的四大全部 都已经融入完了 你想 站起来都没办法 但是出现一种光明 出现光明叫做极光明 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大圆满 以前修得非常好的话 在那个时候在法身为解脱 或者说是报身为解脱 或者说在化身解当中 马上不经中意 然后把自己的形式观想 斗子 红子等等 可以自由幻化 成来世度化众生 不经中意的 就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光明没有认识 尤其是业力深重的人 比如说我造了一个无无间罪 那个光明会出现的 但光明不认识 不认识的时候 以前世造无无间罪的业力原因 直接堕入无间地狱去的 或者在那个时候 出现极乐世界的种种相 极乐世界一般的 阿弥陀佛的接应 前面你四大融入的在这个开端 还没有昏厥之前也有一些 但一般来讲 在这个时候你暂时昏厥一会儿 然后在这个行过来的时候 你的善缘里出现阿弥陀佛 然后在你的法僧境界和 暴僧境界当中没有得到解脱 但是你的善缘里 直接往生极乐世界 也有这样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空行行地 还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说过的 上师如意宝其实讲了 很多的密法和窍诀 我有时候讲了 很多特别殊胜的窍诀 但是因为自己的业力深重也好 或者说好一点法无患 说难听一点 一种琐事缠绕 一直没有修行 有时候 一直善知识 心尽了如佛般的善知识 但是自己没有好好修行 这也是可能一生当中最遗憾的 最值得后悔的 虽然你没有特别像恶人一样的 就是我不做的 虽然没有这么做 但是还是没有好好修行的话 也是一种后悔 对我来讲的话 上师确实讲了 很多的修行法门 这叫做极为光明 如果在这个时候能 我这里已经讲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认识 自信的本来面目而柔定的话 那么可以离根法身为 我们前面讲 法身往生法可以不经中阴而直接成佛 直接获得解脱 然后最后出现法性中阴 还有转世中阴 这些是真实的之分 所以华智仁波切在这里不说 稍微说一点也是对我们有利的 应该可以的 但是舍不得 他就受为真心 正在大阅门讲的时候 大阅门六中阴 我们六中阴已经讲了 五年六年了 应该不知道修了没有 没有修的话也没办法 也许大家也知道 发心中阴出现的时候怎么做 转世中阴出现的时候怎么做 历世中阴出现的时候怎么做 这方面应该大家有一些准备 应该有必要 其实上师心地和 还要结证大阅门 但很多大阅门里面 对中阴和闻解脱方面的法要 讲得特别细致 下面讲对于缺乏修道经验的人来讲 运用往生法师最下的时候 是阴摩次第还没有开始出现的时候 其实如果有一些经验的人 阴摩次第出现的时候可以 如果没有把握的这个人 那么阴摩次第开始出现 刚才不管是四大也好 名相德也好 还有前面五根的融入 在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 此刻已经无必要 完完全全地断除对今世的一切贪执 而要专心地忆念 其实在那个时候 人死的时候最关键的 我们以前讲过修行奇要 修行奇要里面按照显宗的观点 也讲了一些 临死的时候怎么样做 尤其是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罪业 内心当中忏悔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么自己僧众或者在其他的道友面前 就说 我现在可能真的是已经活不了了 那么我今天好好地忏悔 自己做忏悔 自己稍微有一点能力的话 做忏悔 然后舍弃 对自己所有的财富 情卷 这些都是要心里面舍弃 不要在临死的时候 你想着我的亲人 我的财富 那这样就像《极乐愿文大书》里面所讲的一样 你想着什么 可能最后变成了 比如说 我的衣服特别 以前古代的时候 人们都比较穷 这是我的法医 好多比修都是对法医 对博语 对自己的一些法器 特别执着 所以他们都是转生到一些 其他的众生到那里 那么现在人 比如说一个人有很好的手机 车 房子 然后包括你对特别贪爱的人 还有你自己的衣服 那这样你就可能一直贪执 有些人死的时候都是 那个时候 我的房子怎么处理啊 我家里有多少银行卡 那这些你也该做了 银行卡用什么 你怎么样也是忠赢生里面 根本用不上信用社的卡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以前遇到过有些人 一直在 哦 这里有个银行卡 银行卡 你们已经要 他的密码是多少多少 那这个根本没有用 什么样就是无所谓了 反正你就离开了这个世间 你对所有的这些财产完全放弃 因为这是对你来讲 没有任何的用处 如果你有一些吩咐 要倾施善法是可以 但一般修行人来讲 我们《扎嘎善法》里面讲的 修行人在历史的时候 说财物的交代是最不光荣的事 因为在那个时候 如果财富没有什么担值的话 你就不会贪这些的 你有担值的话 哎 我死了以后 我的房子怎么处理啊 然后我的床怎么处理啊 我的背褥是很好的 这个里面是什么鱼蓉啊 你一定要交给某某某某 对我照顾得比较不错 该给他 他不一定敢用 就没有用 这些都没有用 所以在那个时候 真的要一切的贪念全部遣除 其实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经常在这方面思维 这方面训练很重要的 到时候每个人会用的 所以说要专心的忆念 说我即将要死去 现在依靠上师所传的窍诀 如同勇士舍出的箭一样 飞往清净刹土 我现在通过上师所传的窍诀来 就像勇士舍间 直接入于虚空当中一样 直接前往清净刹土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确实也是在你死的时候 世界是那么广大 你就贪财物 亲人 这些都没有任何用处 如果我这样往生 该多么高兴啊 就这样想 然后充满信心 满怀勇气 如果自己明观往生法的所缘 竟有一点困难 那么也可以请有能力的道友去念祝念 现在有些道友 前几年要求大家念祝念仪轨 变了一个祝念仪轨 后来这个祝念仪轨 也许是可能别人故意赞叹的 但实际上我自己认为 确实是上师如意宝为主的 传承上师和诸佛菩萨的加持吧 特别灵 应该说很多人 出现了特别多的瑞相 因为我们学院一般都是 大家都是比较严肃 也不愿意叹 也不让大家都是经常天知假夜的 说这个那个 没有这么来 但不管怎么样里面全部都是 诸佛菩萨的名号和一些经典 应该道友们以后我们 周围有什么样的人要离开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别人喊你了才去的 自己自觉地 自愿地去参加祝愿 现在我们有些学会里面的道友 有些是喊了几次 都是不去 闻忙 其实这个应该是 菩萨的一种犯戒的行为 有能力前面都是 可怜的众生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你没有去超度他 你没有去给他念经 这是有很大的菩萨戒的过失 所以我们个别的菩提学会里面 还是做得非常好 大家都是专门有一个团队 他们今天到那个道友那家里 去超度完了 然后他们一直听 晚上电话都开机 看谁马上要死了 一直等着 还是很发心的 的确也听说特别发心的 然后有些人怎么样 也是叫了以后不去 现在我们有个别的一些 比如说显宗道中也在诸念 然后密宗也是用密宗的诸念方法来 其实我们也不是完全密宗 但是用这样的诸念方式 后来他们好多地方说 显宗的有些 包括几百个居士 有些佛教徒都特别赞叹 我们现在个别人的一些诸念 和他们的一些超度方法 因为在王子的 包括他的念色 还有很多方面出现特别多的瑞相 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城市里面 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所以我想我们将来 应该大家在身边 不仅仅是我们人 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 其他的一些 包括在杀场里面的一些众生 我们有比较大的 浓重的这种意识 都是不一定方便 但是至少也是念一些 宝吉佛 阿弥陀佛 钥石器佛 还有一些这里面的 诸我母作诸善奉行是七大如来 七个佛陀教法的真言记 所以这些教言 我们在这些可怜的众生耳边传授 这就是菩萨的一种超度 确实我看到 极个别的菩提学会里面有一些道友 完全是自费自愿 自己主动地去参加各个地方去诸念 很多地方 本来都是不信佛教的 但是那些人特别地慈悲 对王者 病人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执著 怎么样 他的身体怎么脏 那样的话 他们都去帮助 去给他念经 这样的话 后来很多家人已经感动了 以前包括广东 东北 南方 很多地方 本来家人根本不信佛教的 始终都是反对他们学佛 结果他离开世间的时候 我们很多佛教徒经常去帮助他 然后经常给他们念经 这样以后 后来不信佛教的这些人 全部皈依的 这种显现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们自身在自己身上 出现的时候也有必要的时候 要请其他的道友给我念经 念德国大圆满的一些 比如说 一些四观地的那样 以前修过一些 本来清净的教言 像给他念一字续 或者特殊的一些 像《大圆满圆词》 这些也很重 你看 格南琼波圆寂的时候 他要求一个人给我念 宗喀巴大师的《圆启战》 还有麦彭仁波切大圆满的《圆启》 念完了以后 他说 我知道了 疯狂的格南琼波 已经见到了 整个世界的红光 先暂时门关上 明天上午来看就可以了 第二天上午来看的时候 大师已经圆寂了 他是以显宗和密宗 两种方式来 最利根的一种方式来往生 应该自己有一种 特别自信的往生方法 但这种我们来讲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不管怎么样 自己离开的时候 最好是一种佛教的身影当中离开 从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藏地的很多王者 比较幸运的 因为藏地一般认识了以后 你再怎么穷 再怎么样 家里条件不好 至少也是要念七天的经 现在一般传统当中 他们家里特别贫穷 四十九天就没办法念 只是完成了第一个期 完成了第二个期 完成了第三个期 有这样的说法 一般从来不念经的 这种做法也没有 还有一种传统 比如说某某人死了 听到这种视讯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 欧玛尼巴美红 整个传统就是这样的 我们以后希望 汉地的佛教徒也有这样的传统 第一句话 给他念一句观音信咒 这个很重要的 不然别人说 啊 什么什么 死了 啊 死了 哇 哇 它这么快啊 哇 死了 哇 死了 除了这个以外 念一句阿弥陀佛 一句观音信咒 以前是整个没有 这种传统确实我们以后要改过了 我希望我们以后 不管是你的亲朋好友也好 还熟悉的人 不熟悉的人 或者你今天看到 路上一只蚂蚁踩死了 或者是一只老鼠 或者是什么死了 第一个听到 这里有个什么死了 你要讲 欧玛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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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一句 这是一种传统 确实现在我们藏地的 极个别的一些在城市里面长大的那些年轻人 他没有这种习惯 我都发现 有时候看见他们特别糟糕 感觉原来好的传统都是没有的 但是其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 所以佛教的这种精神 不管是任何一个民族也好 任何一个 什么样的人身上有的话 我们去学习 应该把传统 就像汉地吃素的一些习惯 我们很想在藏地各个地方能弘扬 包括我们在寺院里面开一些研讨会 或者说开一些辩论会的时候 经常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 以后有一种对王者有利益的 对自己也是成了好的一种习惯 这样的话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 有一些能力的助念团队 有其他的道友 让他助念 助念这一点 我希望学院里面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在权贵各地 在各个地方一定要 只要看到有些人死的时候 一定要念我们的助念仪轨 不仅仅是我们的 当然一定要念 你念《地藏经》 念《金刚经》 念任何净土道场的一些 或者说其他佛教的仪轨 都是可以的 只不过我们这里 只是对部分人有缘的话 可以变这样的一个仪轨而已 那么这样以后 一定要对这些人需要超度 因为这些人也确实很可怜 他离开的时候 也许可能这一辈子当中 没有做任何善事 他离开的时候 确实是往下躲的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念经 大家以前也是听过很多公案 最后他的意识转变 有解脱的机会 所以说这个功德也相当大 不管怎么样 这个时刻必须是依靠 以往生所修炼的圣道 往生教授来强制心的往生 确实在那个时候 确实是以前所修的这种法 那么以强制心的往生 我们以前讲净土法门的时候 也讲过吧 依靠自己的善愿 跟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 那么这个众生强制心的 从头发里面拽着 拿到往生极乐世界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确实是 往生法是一种强制心 有一种强迫性的 让他前往清净刹土 特别殊胜的一种法门 这个法门 我们自己在今生当中遇到的话 今生也快乐 来世也快乐 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 最好自己也没有必要哭 哭了也没有用的 旁边的亲朋好友 最好也不要哭 如果我们现在有个别的地方 有这种传统 死的时候别人不哭的话 这是一种对他的不尊重 或者不重视 包括汉地有些地方也是有 有些人根本不想哭的时候 哟哟哟哟就在那哭 其实这种是没有必要的 尤其是当他真的断气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念经 特别是一些高僧大德 大圆满的修行人 正在那个时候 他就进入光明当中 旁边最好不能吵 有一次包括一些金刚道友 他在生前的时候 对大圆满各方面的修行很不错 你发现他在离开的时候 包括旁边的很多声音的尽量 除了佛经和念经的声音以外 最好都是不要有 所以在这些零零歪歪的因缘 我们佛教徒应该要先懂得道理 懂得道理以后 光口头上说不行的 还是多多少少在实际行动当中做出来 这样对自他都有非常大的利益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因为你很生姓的词旨 他在这个写券中, 没有那么多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